大家好 藍民宿 十三公佈的最新報告 那時到今年四月底 全球有將近一億兩千萬人 比比六二失所 這也是連續一年 增加 將會是日空一年三倍 藍民宿的提出警告說 若是全球的政治 危機不改變 數字有可能會增加 這台村 歲歲台下 頂到九百人 四百人 海法經委堆 在大家納利 管道府省的海峽 十六隻藍民宿 不過這只是藍民問題 一小部分人家 聯合國藍民宿 在這十三公佈 最新的報告 到今年四月底 全世界總共有買到 一家兩千萬人 比比利益高峰 差不多是一個日本全國的年號 尼公二三年因為衝突 博力疲害的問題 增加八百 八十萬的人 變罪難民 目前全世界六十九人 裡面就一個人比比利益高峰 將全世界總領口的一千五趴 差不多是 尼公一年三倍 原因是來自一直 變化的新危機 如果等級以來 都存在危機 一直都沒有改管 從過去阿富汗 西里亞告之外 歐吉蘭加巴里斯坦 另外氣候變遷 也應用領口的流動 並且營化衝突 尼公二三年有七百七十萬人 射到氣候災難的影響 比比利益高峰 連絡難民四個月 今年正四個月 全世界比比利益高峰的聯手 美國的 他要到全百萬人的 所得的政家 而且全世界有買到 七十五趴的難民 是當地的 中級所立的國家 江西新聞 鄧維林彭曉